曾经审准预测蔡总统顺利连任 位在台北市阳明山的知名道场 针对2024总统大选 再抽出总统参选人的运势签 道场主席预测 赖清德是天选之人 很有可能成为下任总统 但必须小心时得万年船 而侯友宜的签师则是出现了三个男子 反观郭台铭抽到的是大集签 有望名利双收 至于柯文哲 卫展英雄制需要加倍努力 不过这些都是民俗信仰 请供参考 诚心上香祈福 柯文哲周日来到台东 走访当地多见庙宇 除了寻求民众支持 更要祈求选举顺利 选择倒数四个月 多次成功预测大选结果的 台北阳明山将太公道场 再次提醒将太公刺挂 柯文哲卫展英雄制 不过只要加倍努力 选对方向就能大展宏图 而来看到赖清德 暗阔水深周易落 象征会遇到一波波的障碍 但仍会有圆满结果 但是这支拐代表 过来会很多铺龙 他是天选之人 可能赢也是选胜难 侯友宜的牵师则出现了三个男子 但他努力突破开滴走高 展现铁汉坚强的求胜意志 另外刚升部副手的郭台铭正式登记 展开联署后 也立刻到庙里上声明报告 千万鞋到万里葡萄镜 一天封月弦 象征所的遭虑都已平息 未来前程四景 是只不错的大吉千 它是大吉挂 有一天 它的封月弦 它经过很多的阻碍来 但是它的好朋友 一路给它填进 挂像签示内容 仅供签口 2024谁会胜出 势在人为新陈则林 综合暴斗